1911年12月22日,成都黄城坝,寒风凛冽,人潮涌动,一位身穿官服的老人,被押接到刑场,跪倒在明远楼前,他面容憔悴,眼神坚毅,却难掩心中的悲愤,老人名叫赵尔峰,曾是晚清历晚狂澜的民族英雄,他荣马一生,立下赫赫战功,收复了西南百万国土,却最终寒冤被斩首示众,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赵尔峰出生于1846年,祖籍江苏,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,自幼习武,天资聪颖,却与科举无缘。 在家族中,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考取近视的人,直到60岁才军官为官,命运似乎总喜欢捉弄人,却也往往在绝境中孕育着希望,上世纪初,西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,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入侵西藏战争,逼迫清廷签署了损害国家主权的拉萨条约, 为应对危机,清廷加大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力度,推广赵尔峰早年提出的平康三册,1905年,巴唐地区因推行新政而爆发了巴唐之乱,61岁的赵尔峰臨危受命,率军入藏平叛,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。 客服重重困难,最终平定了巴唐之乱,收复了康巴地区,一路过关斩将,61岁的赵尔峰中获重用,被任命为四川总督,兼川滇编务大臣,和驻藏钦差大臣,赵尔峰深知,治编之道,不仅在于武力,更在于人心,在委期间,他不仅全面推行平康三册,力主对藏区实施改土归流,一风一俗, 移民石边的政策,他废除土资制,推广汉语文化,吸引大批移民到藏区开墾,在稳定当地局势的同时,也推进了边疆民族团结,地区发展,此外,他还推行改土归流,一风一俗。 移民石边等政策,在藏区兴办学校,修建道路,发展工商业,促进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,更不可思议的是,他还在藏区各地建立了现代化设施,兴办了学校和工厂,促进了工农商, 工商文化等各行业发展,堪称当时西部开发的先驱,在他的治理下,西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,百万国土重归版图,边疆安宁,百姓富足,赵尔锋也因此名震朝野,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边疆大臣之一,然而,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,最终吞噬了这位英雄,就在赵尔锋镇压西藏成果出现之际。 保路运动爆发了,1911年,保路运动席卷全国,四川也成为风暴中心,这场运动的起因是,清朝政府以国有为名,将国内各地的铁路修筑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, 然而,对于当初民众为了修建铁路而筹集的资金,清政府却不愿意给予合理的补偿,这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,各地纷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,面对四川保路运动,赵尔锋最初的态度是同情和支持民众的, 他认为朝廷应该对百姓做出合理的补偿,并上书弹劾了圣宣怀等主张铁路国有化的官员。 然而,摄政王仔锋却无视赵尔锋的建议,反而要求他坚决镇压闹市百姓,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影响下,赵尔锋对皇命不敢违抗,加之古代官员普遍漠视民众生命,最终他选择奉旨镇压,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,这不仅使他背负了杀害无辜百姓的骂名,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 这位收复大片国土的民族英雄,此刻成了群众愤恨的对象,被扣上了民贼的骂名。 1911年12月,66岁的赵尔锋被扣上罪名公审后,当皆斩首示众,头颅还被挂在了城头,一代英雄就此陨落,赵尔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他戎马一生,功勋卓著,却在时代变革中被推上风口浪尖,最终含冤而死。 他的死,是历史的悲剧,也是时代的悲剧,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忠或坚来评价赵尔锋,他的一生,有着太多的无奈和复杂,他忠于朝廷,却未能看清时代的潮流,他爱护百姓,却在镇压中造成了流血,他立下赫赫战功,却最终落得个身手益处的下场。 英雄从来不是完美的,他们也有缺点,也会犯错误,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,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和民族威王之际挺身而出,舍身忘死,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赵尔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,他的一生,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清朝末年,英国图谋将中国的藏地和青海变成他们的第二个英属印度,于是他们煽动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,反叛清朝,宣布藏地独立,成为英国的傀儡,英国野心勃勃,逐步侵吞藏地,同时向北渗透,企图吞并青海。 在英国的鼓动下,十三世达赖喇嘛,背叛了清朝,宣布将藏地从清朝的统治下独立出来,并占领了整个地区,随后,他派遣藏军向东侵略,进入了位于川西的藏区,鼓动当地的吐司和百姓支持藏军,与他们一起反抗清朝,这导致了巴唐之乱,驻藏大臣奉全,在当地叛乱势力的袭击下丧生。 藏军趁机占领了川西的大部分地区,直逼打剑炉,经四川康定,1905年5月,晚清朝廷派遣赵尔锋前往四川建昌道,担任职务并招募士兵,负责平定川西吐司和百姓的叛乱。 赵尔锋善于运筹,指挥士兵成功平定了川西吐司和百姓的叛乱,并击退了藏军的进攻,随后,赵尔锋削弱了川西吐司在当地的权力,实行改土归流政策,并驱逐了由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的藏地官员,1906年7月,晚清朝廷任命赵尔锋为川殿编务大臣,1907年,四川总督西凉离任,晚清朝廷决定让赵尔锋代理四川总督的职务。 1908年2月,赵尔锋的兄长赵尔逊被晚清朝廷任命为四川总督,而赵尔锋则被任命为铸葬大臣,1909年。 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派遣藏军向东侵略,占领了川西地区,赵尔锋率军首先击退了藏军在巴唐的势力,然后紧追不舍,消灭了大部分藏军,收复了整个川西地区,藏军残余力量逃回藏地。 赵尔锋率军追至藏地边界,决定迅速进入藏地,以一鼓作气收复整个藏地,彻底平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动的叛乱。 赵尔锋率领军队进入藏地后,贤熟指挥,骁勇善战,军队接连获胜,成功收复了江卡,共爵等四个藏地部落地区,紧随其后越过丹达山,向西推进夺取了江达宗。 并且覆灭了众多藏军,在赵尔锋收复江达宗后,距离拉萨仅剩六天的路程,十三世达赖喇嘛深知行事,已不力,匆忙逃往英属印度。 随后,赵尔锋带领军队抵达拉萨,宣布废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称号,继续领军向西推进。 1910年,他彻底清剿了藏地残余的藏军势力,成功收复了整个藏地。 赵尔锋收复藏地后,曾上书晚清朝廷,希望获准在藏地实施汉化政策,以永久避免未来的叛乱。 然而,他的建议遭到了晚清朝廷的拒绝,赵尔锋先后收复了川西和藏地。 总共夺取了西南广阔的近150万平方公里土地,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。 他的功绩与收复天山南北广阔16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左宗堂一样显赫。 然而,赵尔锋却成为了被历史所遗忘的民族英雄。 1911年,赵尔锋的兄长赵尔逊被晚清朝廷调往东三省担任总督。 而赵尔锋则被任命为四川总督。 赵尔锋担任四川总督后不久,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。 四川百姓反对晚清朝廷以铁路国有的名义将铁路权益出售给列强。 赵尔锋深知百姓的保路运动是完全正确的,因此,他一方面进行劝导,一方面致电内阁请求商议解决之策,并弹劾建议晚清朝廷铁路国有的官员盛宣怀,要求晚清朝廷对其进行调查。 然而,晚清朝廷不仅对赵尔锋的建议置之不理,还下旨强硬要求他压制发起保路运动的保路同志会与百姓。 赵尔锋对四川百姓怀有同情之心,却又不能违背晚清朝廷的命令,他无奈下令,要求川军准备镇压发起保路运动的保路同志会与百姓。 赵尔锋逮捕了蒲电郡。 罗伦等九名保路运动领导者,随后,保路同志会组织百姓到督署请愿,却遭到卫兵的镇压,导致部分请愿百姓受伤,督署卫兵压制四川请愿事件发生后,四川各地的志士义军纷纷起义。 蒲电郡、罗伦等九位同志获救。 仅一个月内,四川大部分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,清军节节败退,最终溃散。 晚清朝廷不得已发布命令,要求赵尔锋率领川军镇压保路同志会。 然而,赵尔锋和川军将士不愿遵命,他们无法忍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百姓进一步的伤亡,面对这一局面。 晚清朝廷只能派遣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同志会,导致武昌部队实力薄弱,湖北的革命军趁机制定了武昌起义计划。 晚清朝廷对赵尔锋不接受率领川军镇压保路同志会的命令,下令免去他在四川的总督职务,但保留了他担任川巅编务大臣的职位。 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,随之各省革命军相继响应湖北革命军的号召。 在11月22日和25日,四川革命军先后召开了成都的两次四川官身代表大会,宣布四川脱离晚清朝廷统治。 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,并选举蒲电郡为都督,朱庆兰为副都督,成立四川军政府后,赵尔锋不愿川军和四川革命军的士兵们再次损失惨重。 因此,没有出兵攻打四川军政府,反而让川军归顺了政府。 然而,1911年12月6日,川军突然起义,蒲电郡和朱庆兰逃亡。 四川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尹昌恒率领四川革命军平定了叛乱。 尹昌恒随即被推选为四川军政府的都督,巩固了对川军的控制。 川军起义时,受到一些四川的官身和商人的请求,赵尔锋以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布告。 以稳定川军的士气,尹昌恒之所以能够迅速平定川军叛乱,主要得益于赵尔锋的威望稳定了士气。 然而,由于赵尔锋的威望过于显赫,尹昌恒认为他对自己构成了威胁,因此产生了除掉赵尔锋的念头。 1911年12月22日凌晨,尹昌恒以赵尔锋可能是川军起义的幕后指使者为由,指挥四川革命军逮捕了赵尔锋,并在成都黄城坝召开了公审大会,对赵尔锋进行了公审。 尹昌恒诬陷赵尔锋指使川军起义,并下令处决以示众赵尔锋深感冤屈。 临行前发出了无尽的愤怒呐喊。